雪哥去年爸爸生病那一次 把你吓懵了吧 对对对 当时我正好在拍 就算我正儿八经 然后的第一部戏 然后呢当时在无息 然后一听我爸生病了 然后我立刻就飞回北京 然后当时在拍着戏 而且那个时候正好是 快夏天的时候 我正好还要大学毕业 然后弄毕业的事情 当时真的是 整个人就是连轴转的状态 不是在学校 然后就是在医院 然后呢剧组这边 还好就是帮着 能拖几天是几天请着假 你当时吓坏了吧 真的是吓坏了 你们在那个ICU门口的时候 医生有没有 就是带眼号的吓唬你们呀 就是这个问题呀 什么的跟你说 其实说了挺多的 而且他们就说 你们没有必要在这守着 然后说你们在这守着 也挺熬人的 但是不行啊 就是你不在这待着 你心里就不踏实 你就希望有什么事情 你能第一个知道 当时他在外头正拍那个 内衣先生 对 现在在那个 广库的 对 点击量大概在15亿左右 那个收视非常好 当时他那个拍那个戏 也很辛苦 你没给女儿说说 咱就别干这行了 多累呀 我觉得李雪哥有 不我后尘的意思 他拍戏起来很玩命 因为他前一段时间 拍了一个年代戏 好像角色也不是很重 但是就是需要 来过来去的 在那个土路上跑 跑得暴土燃烟的 然后啪就往地上一摔 就是他在外边拍戏 我特别地担心 每天都会提醒他 你要是今天有什么动作 提前上现场要看一看 有草磕的 有特别石块 摔倒的地儿 要自己要处理 石块的 那些地方 你都把它扒了开 然后呢 回来依然是 腿什么都是破的 我说你怎么没扒了开 他说我扒了开了 等导演那个示意 往下趴的时候 那全是石头 对 扒了开那块没啪 所以我觉得做演员 其实挺不容易 那您自己的戏 你没让闺女演演呀 没有 他们一般还看不起我这戏 闺女喜欢自己闯一片天下的这种 她喜欢自己闯 我给她安排好的事 她都不太乐意去 因为就是在我爸身边 总能被她照顾 然后可能哪个地方 如果我没演好啊 大家可能也都会说 哎呀 这伟健老师的女儿 别说了 别说了 挺好的挺好的 这样就让我不能大进步 对 所以我觉得特别好啊 伟健老师 这么看你这生活挺幸福啊 孩子也好 事业也好 媳妇你跟人厉害点 人家也听你的 是不是 你这生活多美好啊 对 现在大家都越来越夸她 过去都说 哎 这是李伟健的女儿 现在好多都会说 哎 这是雪哥爸爸啊 一到剧组去 也难怪 他拍那一戏 点击量十五亿左右 对呀 我拍那戏呢 一放呢 到现在还不到一个亿 特别好啊 所以我觉得 雪哥你很幸运 因为我这么一个 有才的老爸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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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